两个月前 英特尔已经推出了11代酷睿移动端的处理器 这么多年终于用上了成熟的10nm工艺 新架构和新核弦也是悉数登场 与此同时 英特尔也带来了他们时隔多年的第一款独弦XE Max 代号DG1 那么问题来了 这11代酷睿这样一个以挤爆牙膏为目的的新产品 到底是继续在挤牙膏呢? 还是确实有点东西呢? 新的XE架构核显表现如何呢? 英特尔独显又是何方神圣的? 今天我找来了许多台搭载i7-1165G7和搭载XE Max独显的笔记本 让我们一探究竟吧 提到英特尔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是牙膏? 还是14nm? 还是万年不变的Skylake内核呢? 你看我一上来想到的全是这种负面的东西 的确英特尔前几年的状态是有点不在线 新架构嘛一拖再拖 早就敲定的10nm工艺不断延期 高层也经历了不太风光的换帅 得亏之前老本积攒的比较厚 在被AMD彻底干爬之前 今年的英特尔总算是熬出了一线希望 把他们的大招10nm SuperFin工艺给憋出来了 在这里我要先科普一下10nm SuperFin的由来 其实早在两年前英特尔就发布了他们的第一枚 基于10nm的处理器 i3-8121U 但是这颗初代10nm非常的拉垮 不仅频率只能跑到3.2G 更是出于良率不得不屏蔽核显 这个表现太过耻辱了 以至于英特尔自己都没承认这是第一代10nm 正统的第一代10nm是去年的Ice Lake 也就是i7-1065G7这一代 这次10nm总算是能用了 但最高3.9G的频率仍然远不如成熟的14nm产品 英特尔本想通过新的SUNICOM内核架构更新 大杀特杀 结果因为频率上不去 直接导致Ice Lake多核性能差点开了倒车 经历了两代挫折 英特尔总算是把10nm打磨好了 现在的Tiger Lake低电压产品 最高频率可以飙到4.8G 这一坨大压膏总算是挤出来了 并且为了规避加加的这种讲法的负面影响 英特尔还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叫SuperFin SuperFin一次结合了10nm工艺上的两个改进点 一个是用上了Super MIM电容 同体积下电容容量高了5倍 晶体管性能更强了 另一个则是FinFIT的改良 改进山极制造工艺让电荷更快通过 扩大山极间距让晶体管承受更高的电流 改良原级和6级的晶体结构降低电阻 增加电轴通过 两者结合便是SuperFin 除了10nm工艺带来更高的主频之外 Tiger Lake的另一个变化就是架构 这次Tiger Lake用上了Velocope内核 Velocope内核是基于上一代Ice Lake的Sonicove内核 做了微小的改进 这个改进主要是在缓存设计上 Velocope的L2从8度512K增加到了20度1280K 容量增加了150% 带宽也有所增加 而三级缓存从每核心2M增大到每核心3M 但是从16路减少到12路 这样延迟可能会略微增加 但总的来说这种缓存设计应该可以带来一定的性能提升 与此同时 新架构还伴随了一些AI特性的加入 这个我就不多展开了 另外Tiger Lake的核弦也换用了全新的XE架构核弦 相比Ice Lake的进步非常大 Ice Lake最多拥有64个Gen11的直行单元 而Tiger Lake有96个XE架构的直行单元 加上新工艺带来的更高频率 每个单元的性能其实都有所提升 从内部来看 每个直行单元都有10个ALU 其中8个用作浮点和整数 另外两个用作拓展 作为对比 上一代Gen11当中每个EU有8个ALU 4个用作浮点和整数 4个用作浮点和拓展 此外 基于环形总线的改进 新的GPU对L3的访问速度又增加了一倍 综合来看 Intel表示这次的核弦理论性能可以翻一倍 但是毫无疑问 这样的GPU核心增强幅度也会意味着更大的内存性能开销 我们之后的测试也会着重地考验这一点 至于Intel的独显XE MAX 我本来以为会是一个很惊世骇俗的东西 结果呢 就是把XE核显从CPU里抠出来 单独用了嘛 连显存都沿用了内存的LPDDR4X 4266频率 一共独立4G 功耗单独给了28-35W 频率则是从核显1350M提到了1650M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以下这些都是基于Tiger Lake U的 新处理器 其中i7-1165G7和i5-1135G7是出货的大头 这个i5就是略微把核显砍到了80EU 然后频率稍低 缓存减少 其实说实话区别和i7不是很大 11代酷睿有一个地方我要表扬 就是至少i5和i7都给了G7级别的核显 不像上一代还混了G4和G1 那现在买轻薄本的话 买到好核显的概率要比上一代高很多了 参数和架构聊得差不多了 我觉得是时候实机测试一下了 先来介绍一下测试平台 我们的Tiger Lake测试机有三台 红旗的Swift 3X 雷神的Aiger SE和红旗的风鸟放 为什么要同时测三台Tiger Lake呢? 因为这三台机器搭载了截然不同的内存 LP DDR4-X4266 DDR4-372 DDR4-2666 这三种都是Tiger Lake可用的内存规格 但是它们的内存性能是差了非常多的 那么不同的内存对这一代的CPU影响到底有多大? 这也是我们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 今天就来测试看看 与此同时 我们也找了一些对比平台 具体的规格如下表所示 锐龙这边我专门找了4266内存的Yoga14S 确保两家核显的对比 公平公正 为了控制变量 所有参测CPU都会跑在35W的功率下 并且 我们还准备了一个骚东西 每台机器拆开底壳 压上一个大双塔 避免不同模具带来的散热影响 毕竟我们这个是测芯片 不日测某款具体的机型 一定要做好控制变量 先来看看最直接的3D渲染性能 Cinebench R20的单核和多核 果然和宣称的一样 Tiger Lake的单核表现确实非常深闷 R20单核590分 已经是接近Zen 3台式机的水平了 说是轻薄本的单核之王没什么问题 不过多核的表现就比较拉垮了 毕竟只有物理4核 凭借架构优势 勉强能打平自家上一代6核 但是你和隔壁8核的4800U比我们一看 怎么可能比得过呢? 让你个20W都不一定能赢 你说这11代低压居然不出6核 这好吗? 这不好 我劝英台 耗子为之 单核超强 多核菜机 这么大的一个反差 在各个应用中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偏向性 比如PCMark应用测试 考量的是Word、Excel、PPT 还有Edge浏览器这些轻办公日常使用的性能 这些办公软件相对更依赖单核性能 所以i7-165G7的表现相当的不错 尤其是Excel中 打开大型图表的时候 165G7的优势会比较明显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内存对Excel的性能已经有较大的影响了 如果配备372或者266内存的话 165G7的Excel表现会差不少 甚至会逊于4800U 轻办公看单核 中办公往往就是多核的主场了 Handbreak视频转码 Intel全家直接被锐龙吊起来打 丝毫不留情面 即便自家的老6核10710U也要强于1165G7 像视频转码这种靠蛮力的任务果然还是要看多核的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7ZIP压缩软件中 压缩和解压性能照样是核多为王 锐龙在这一块依然是非常强势的 而6核的10710U在这里依然赢了4核的1165G7 所以说11代低压在不同的场景中表现会大相径庭 单核为重的日常办公它确实非常强 但是像这种硬骨头它就啃不下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混合计算性能 从这里开始我们会加入MX350和英特尔独显的表现 Adobe的软件CPU和GPU都很重要 165G7凭借比较强的单核性能以及XE新核显的优势 在PS中表现还不错 现在轻薄本修图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 AI两家的新U表现都还可以 但是相对来说Skylake的老U在这个测试里落后的有点多 再来看看剪辑软件Premiere 我本来以为考虑到多核性能 这项应该是4800U的领先才对 但反而是英特尔阵营表现还不赖 说明英特尔核显的视频编码能力还是更强一些的 甚至XE核显比起向来最擅长干这个的N卡MX350都还稍微快一点点 但是和更高端的独显比编码速度 XE核显依然要略逊于1050 Max-Q 说到独显 英特尔自家的独显我们也有测PR的导出 结果却令人失望 理论上在PR这种专业软件里 英特尔自家的独显和核显在渲染中是可以同时开启互相加速的 结果就出现了严重的兼容性问题 速度非常慢 我严重怀疑在驱动或者软件对接层面还有不少工作有待完成 现在的独显加速仍然是不可用的状态 好了 专业软件聊得差不多了 该轮到另一个重头戏——游戏了 以前我们讲的轻薄本不需要游戏性能 臭打游戏为什么要买轻薄本呢? 然而我见过很多同学 他们其实都有一些轻微的游戏需求 但是又不懂电脑 就随便买了轻薄本来用 结果 性能到用时方恨少 只能降低特效凑合完了 你看 并不是每个人买电脑都能蒙当户对按照自己需求去买的 所以核显的性能提升仍然很有必要 这次的XE核显规格提升不小 从3DMark的理论成绩来看 165G7相比1065G7图形性能几乎翻倍 配备4266内存的机型跑分甚至远超MX350独显 确实达到了英特尔标称的性能 合着独显的帧数还没核显高 开玩笑的吧 独显做出来干嘛用的呢? 4266内存下的XE核显表现倒是相当不错 CSGO接近200多帧确实要比MX350更加流畅 也远强于4800U 这个神勇表现和CPU和内存和GPU都有很大的关系 然而这只是4266 你再看看其他几款机器的XE核显 配3200内存的帧数爆降三分之一 都没比1065G7强多少 配2666内存的帧数更是只有4266内存的三分之一 哇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渴望内存的核显 确实满配4266的表现 是挺给力的 但是这个2666的表现也太烂了点吧 再来试一下守望先锋 你看 完全一样的情况 2666的帧数只有4266的三分之一 3200只有三分之二 根本不够看 而且这次AN的表现都上来了 MX350反超了满血的XE核显 Vega8也能干过3200内存的XE 这还不是最尴尬的 最尴尬的是DG1的独显 帧数居然才合Vega8一个水平 远不如同规格的核显 而且你别看它跑70帧 实际玩的时候居然是一卡一卡的 根本不流畅 我专门记录了一下真生成时间 你看 跟核显比 这个独显的曲线是什么玩意儿 我可真的是裂开了 时不时的出现卡顿 不知道跑些什么东西 我严重怀疑这个独显 不是和CPU直连的 或者可能是通信上出现了什么问题 延迟直接炸了 反正11代的这几个里面 也就XE核显配4266内存 发挥还不错 其他几款的表现真的撑不上合格 在测试单机游戏之前 我想再测试一个比较适合在轻薄本上玩的游戏 原神 我一直觉得原神这个游戏和轻薄本是绝配 一是因为剑鼠操作比搓玻璃的手感强得太多 二是因为这个游戏你别看它手机端压力还挺大的 其实在PC端还算是比较容易跑动的 如果我们开1080P最低画质 基本上参测的显卡都是能流畅带动的 除了老的UHD核显 在这种设定下 PC端的原神 画质仍然不输iOS最高画质 玩起来还更流畅 如果对性能比较自信 我们还可以往上开到中画质 满血XE核显基本跑到45帧左右吧 确实要比MX350更强 核显玩原神至少性能表现还是很OK的 接下来我们来玩一些单机大作 像极限迅速DPM4的话 这是一个对英特尔核显极度不友好的游戏 XE核显妥妥地对MX350干翻 Vega8也可以做到接近满血XE 与此同时 英特尔独显也再度输给了核显 不过这次的差距略微小了一点 GTA5中 咱们的独显终于给力了一回 发挥出了应有的成绩 比核显稍强一些 但与此同时 MX350却是大幅领先XE 性能强出了一大截 包括Vega8核显也是能接近满血的XE 就如同刚刚的低频线一样 这核显又开始高分低能了 这性能和跑分中的神勇表现可对应不上 但同样是阿星出品的大表哥2 XE核显的表现相当可以 3200内存的核显就能干MX350和Vega8 4266内存更是接近30帧流畅的运行游戏 核显1080P30帧玩大表哥 确实挺牛逼的 然而 怎么每次都要拉垮一下呢? 这次又轮到独显了 大表哥2的独显直接进不去游戏 太难受了 现在困扰英特尔独显的一个是延迟 另一个就是这个驱断问题 老毛病了 你换其他游戏 这个独显的性能照样不行 死亡搁浅才跟3200内存下的核显一个水平 跟4266都差得老远了 Control也是一样 这独显怎么着都打不过同规格的核显 不过这几个单机大作 在内存上差别就没有之前的CSGO和守望先锋那么大了 其实也差挺多 但是至少266的XE还能打平上一代的1065G7 相对来说还是高帧率的电竞游戏更吃内存一点 《毁灭战士永恒》这个游戏极度偏A Vega8在这里直接打败了满血XE 当然XE玩这个也不差 至少满血是比MX350要强的水平 接着是之狼 这个游戏对内存要求相当高 3200内存XE甚至没干过Vega8 不过满血的XE核显表现依然还是不错的 巫师3的表现终于又让咱们独显风光了一把 总算测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性能 平均跑到50多帧吧 这个表现才是英特尔独显应该达到的水平 最后一个游戏《尘世天际线》 其实这个游戏是有点偏CPU的 对内存也有一定的要求 咱们4266内存的满血XE表现还不错 但是2666仍然是比较拉垮的 性能问题只是一方面 英特尔的显卡另外一个问题是驱动 不管是核显还是独显 在许多游戏中都存在图形bug 比如地平线4把画质开高之后 车身的显示就会出现异常 变得极为的模糊 包括死亡搁浅出现了这种奇怪的文理错误 各种游戏的bug着实不少 我觉得英特尔显卡驱动距离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的来说这么多项目测下来 已经可以给Tiger Lake定个性了 这个Tiger Lake显然并不是挤牙膏的一代 10nm的成熟频率大幅提升 架构改进核显大幅增强 这些都是英特尔面对挑战交出的答案 从不少项目的测试结果里看得出 他们也确实努力过了 但是这一代低压产品定位策略有点迷惑 尤其是不上6核 这个决策不仅确实影响到了用户体验 更是让营销非常难做 你想啊 就算你单核再强 消费者也会觉得你这是在倒吸压高 很不合适 而且核显规格大幅增强的同时 对内存带宽的渴求同样也水涨船高 4266内存加持的满血XZ核显确实非常给力 替代低段的MX独显我觉得完全OK 可是用了低频内存的核显却非常拉垮 甚至拉垮到不如上一代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 英特尔居然没有对OEM的内存规格做出限制 这是让我没想通的 要我说英特尔就应该在低压U上直接放弃DDR4内存支持 强制使用LPDDR4X 4266频率的内存 不然让某些OEM厂商抓出机会轻库存 岂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最后关于英特尔独显这个东西至少目前这第一代还只是一个试水的产品 性能不及核显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 不过有趣的是英特尔独显本普遍卖的并不贵 甚至比很多核显本还便宜 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英特尔在补贴一些消费者当小白鼠一样 我只能希望经过这一年的驱动优化 明年我们看到DG2的时候能真正给市场带来一些竞争吧 好了 今天的英特尔Tiger Lake评测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不妨给视频点赞三连一下 也记得关注我们这个频道 更多科技前沿的产品等着你我一起挖掘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